這是Webduno Blackley 那 Blackley 你會發現 進入這個 編輯器 也沒有跟剛剛模擬器很像 很像對不對 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來 我把它丟到旁邊 你們看一下 找一下 這裡 兩個很像 但是呢 您看到這裡 我把這個畫面抓下來好了 我拿 抓下來 拿來這邊跟你做比較 請問 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沒有房子 對不對 就沒有模擬器 那區塊 第二個 模擬器 沒有這個 模擬器沒有這個 有注意到嗎 這個是什麼 就是 Webduno也有幫你準備好一些 什麼 程式的範例 你懶得寫 比如說我要測試一下 我就拿那個 Sample來測試就好 所以我們寫書不是都有 教師版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都有解答的就對了 有些 這樣就好 這樣就不用再重寫一次 好 這個是 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巴拉克里 那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要做 先把那個LDN點亮 那你可以來這裡 你先從這邊 找到 來 板子打開 你先挑一顆你想要的顏色吧 我們這邊不是有三個顏色嗎 你自己拿一顆起來 我用那個雙面膠黏住 所以 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挑一個你想要的顏色 好 我就挑一個 那 建議各位呢 不管是裝什麼裝置 最好先斷電 雖然 LED燒掉的機會是不太高啦 一顆也這麼兩塊 但是 但是呢 可以的話 我還是建議就是盡量 把電源先斷電 好 養成習慣 因為你這樣以後就不會 插著電 然後呢 再裝設備 這樣燒掉的機會比較高 那 您看到這裡 看到這邊 請問 真正的LED角 有沒有長短角 還是長短角對不對 長短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我這樣接應該各位比較清楚吧 那開發板呢 你把它翻過來 左右兩面都有貼紙 有沒有 左右兩面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 有3.3伏特 還有VCC加就是那個5伏特 那我們現在暫時不需要 因為我們接地在這一邊 有沒有 GND 好 在這一邊 所以呢 我的 短角 來 短角 我要接在 GND 長角我接在 02 我不要接15 因為15會跟那個 三色LDD有共用 來 順便問一下 請問 LED 可不可以把它腳扳開一點 可以 可以 對 但是不要劈腿喔 齁 不然還是會斷掉 所以你可以拉開一點點 拉開一點點 這樣子我再來插 齁 那你插進去的時候呢 稍微留意一下 就好像我們插插座 你不要這樣鬆鬆的 你慢慢把它往內推一點點 往內推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太大力啦齁 就推到底 頂住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這樣有沒有接好了 齁你接好了 確定 沒問題了 應該我們 都長大了 不會長短角接錯嘛齁 齁 我跟你講 小朋友真的會 明明叫他 長短角要接哪裡 他還是會接顛倒 齁 來 那我們就真的把電源插上去囉 來 再看一下 開始會先亮紅燈 好 先亮紅燈閃爍 閃爍 閃爍完 有連通會亮一下綠燈 然後就熄滅了 現在我們就來寫積目囉 我可以先把這個先收起來 好 一樣找左手邊 我放大一點齁 來 這裡 找左手邊 開發板 是不是先丟出來 這個時候 很抱歉喔 開發板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有三塊嗎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不是馬克一號 模擬器那邊是 但這邊不是 是什麼 Smart 好 這是第一個 你要注意的 第二個 我現在透過的是Wi-Fi 透過Wi-Fi來做連線 Smart呢 他只能透過Wi-Fi或 就是區域網路的 你那個 那個比較大的馬克一號 或者是那個才有 就是所謂的藍牙或USB的方式 好 再來 欸 有一個ID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我們盒子上那個 但是你現在先不在這邊打 你先找一個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閃電 這個就是檢查裝置 你來這邊打一下 一般我們會先確認一下 雖然你剛剛有看過那個燈有熄滅了 但是我還是在做一個確認 你看到有沒有真的接到網際網路上 所以你把你的裝置名稱打在這邊 請注意一下喔 有分大小血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變綠色閃電了 恭喜你 這樣確定它有在線上 好 右上角那個閃電 你把它按一下 打進去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確定你的裝置有連線成功 那麼 你就不用再打一次 我就來這邊 點兩下把它複製起來 我就直接貼到下面來就好了 我跟你講 再重打一次就是有沒有很不小心打錯 好 所以你只要確認右上角那邊是OK的 我就從那邊直接摳下來 會比較保險 有沒有使用Wi-Fi連到哪一個裝置啊 對不對 那跟剛剛一樣 LED燈 你看 我們左手邊有一點不一樣喔 剛剛模擬器好像有點不同 左手邊呢 你會發現 跟剛剛模擬器不一樣的 這裡分成好幾類 模擬器沒有資料庫 也沒有玩具 但是呢 這裡 我們主要是元件模組跟傳感器 那元件模組就是 一般來講 我們把它簡單區分 就是元件模組就是不會回傳數值的 比如說你看我們燈就打開關掉 會不會回傳說我已經開了我已經關了 不會 但像超音波 它就回傳說我現在距離多少 光明也是一樣 所以呢 我們LED燈就是屬於元件模組 有沒有打開就跟剛剛很像了 就是這個地方也多做一個分類 其實註冊板分類更多 因為它那個機幕更多 那你看我們找到這邊 有沒有都跟剛剛相同 你的腳位但是注意一下我現在腳位不是10喔 我們剛剛接的腳位在哪裡 這是2 所以你要找到正確的 腳位錯就好像插錯插頭一樣 就不會亮 那後面的這個就都一樣了 你要閃爍那也沒問題 丟進來 好我們就pattay一下 pattay看看呢 你就可以看看 這裡 你看我的燈有沒有在亮 有沒有 因為你剛剛玩過模擬器 其實你應該可以預測到你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還蠻喜歡用模擬器來 像這樣做一個開頭 那各位可以順道再多做一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互動嗎 對不對 那個燒杯有沒有 燒杯拿出來 試看看 嘿燒杯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記得 如果你程式還在執行中 燒杯不能按喔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在執行中 你看燒杯能不能按 你一定要先把程式先停止 綠色那個按鈕停止 先停止掉 燒杯才可以叫出來 燒杯叫出來之後 你看 有沒有都一樣 有這麼多的互動裝置 你就切換到點擊燈泡 可是稍微留意一下 在plucky這邊啊 我們的那個互動積目 當你切換到哪一個互動方式的時候 左手邊會只保留那個互動方式的記錄 就不像剛剛模擬器全部都一起 一頭來壺列出來 這樣清楚了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把燒杯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我左下角有沒有那個記錄 有沒有注意到的 好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有那個互動的 燒杯那個互動網頁區域 要把它打開才會看到 好 打開之後我現在就一樣的功能喔 對不對 點擊燈泡 一樣你就可以來這邊 把它的狀態切換一下 點擊燈泡裡面也有燈泡的狀態切換 這樣子 我就可以點它 褲子這裡亮 這裡也在亮 這裡 有沒有這樣有同步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如果要連我這一台都亮可以嗎 可以 我同時亮兩台 同時亮三台可以嗎 一個操作三個 你覺得OK嗎 可以 我來試看看好不好 等一下你們左右也可以練習看看 來 再見 再見 再見